这碗春全面面包无糖少有 特别适合减脂和写蛋糕的朋友 厨房小白也能清楚搞定 先嘴面180毫升的温油奶 加入3个酵母搅拌均匀 静止5分钟 这样可以激活酵母的活力 5分钟后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15克玉米油 把酵母水混合均匀 再来嘴面250克全面面粉 加2个食盐 倒入酵母水 用刮刀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比较软的面团 然后盖上保鲜膜 松弛15分钟 对面团进行第一次的拉伸折叠 右手拉伸一下 面团那10个边折叠起来 再次松弛15分钟后 进行第二次的拉伸折叠 经过两次的松弛折叠 面团已经很光滑了 蜜蜂醒发至两倍大 这中间嘴面把红枣 把它切碎 增加面包的口感 再放点自己喜欢的坚果 把它切碎 接下来把形发好的面团 拿到面板上 不用揉面 直接对面切开 撒上干面粉 把面团按那稍微扁一些 上面放上红枣碎和核桃碎 全部放好后 用手按压一下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一边卷一边向里推 最后把口捏紧死 再搓它稍微长一些 这样一个面包的生培就做好了 把它放入烤盘里 放到温暖处 二支醒发1.5倍大 醒发好的生培明显增大 在上面用缝裂的刀子划几刀 再摄入干面粉 放入烤箱 190度烤20分钟 烤好的面包 满满的买香味 越觉越香 里面加入了红枣和坚果 口感丰富 虽然是春泉麦也很好吃 感谢支持 下期见